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任务的学习 第三个任务的话 是Hedging with Futures and Options 用期货和期权来进行对冲 那么这一章的话 主要是进行一些对冲基本概念的介绍 至于具体的对冲的策略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来进行讲解 先来看一下这一章 我们需要大家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 第一个的话 The Basics of Hedging 什么叫对冲 其实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前面有所介绍 第二个basis 这个叫基差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么会贯穿我们整个金融社和产品科目的学习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必须要掌握什么叫基差 那么基差的话 那么除了基差的计算公式 我们还有两种基差的投资或对冲的策略 一个叫long的basis 那么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long你可以理解为叫做多 看涨或买入 那么long的basis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持有我们基差的多头头寸 第二个的话叫short the basis 持有我们基差的空头头寸 好 那么其他的支持点还包括 exchange for physical transactions 那么这个叫期货来置换食物交割的这种交易方式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种较为特殊的 这样一种期货交易的方式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还要掌握options on features 就是期货期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冲 什么叫对冲 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做对冲 那么我们把需要做对冲的例子 或情况分成两种 从左边这地方 左上角 individual who own or will soon own the underlying asset and wants to log in the price or farmer 比如说of example of farmer who will harvest corn in the three months 那么就是说当我们某一个个人 当也可能会包括我们某一个机构或企业 他拥有或在未来的时候 将会持有这个标的资产的时候 那么举例比如说我们种植这个小麦 那么前面有讲过的 如果说你种植小麦的话 你今天是不知道你收割小麦的时候的 小麦的价格的 那因此这个地方 你就面临着一个未来小麦价格会下降的风险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做对冲 通过卖期货合约 那么前面讲过 你卖期货合约 你今天就锁定了 你在期货合约到期的时候 卖这个标的资产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future price 期货价格 也称为strike price 这个行权价格或行驶价格 好 so your futures contract long and offset this position at a later date with the sale of the physical assets in the cash market 那么在这样的话 你通过卖期货合约 锁定未来的销售价格 那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规避或消除这个价格风险 好 第二个情况 individual who needs to acquire the online asset in the future and wants to lock in the price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情况是标的资产的持有者或销售者 而这地方的话是我们标的资产的使用者 比如说我是一个面包 这个连锁连锁店 我需要小麦 那么作为我的这个原材料 所以我担心的是未来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增加我的生产成本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通过buy future for long future 购买这个期货合约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锁定我未来购买这个标的资产的价格 那么可以帮助我规避这个风险 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两个情况 他们的价格风险是相反的 如果说你是这个标的资产的生产者或拥有者 你担心的是价格会下降 你如果说是这个标的资产的使用者 你担心的是这个标的资产的价格会上涨 因此的话取决于你自己的现货头寸 cash position 我们可以通过相反的期货的投资来对冲你的风险 当你的现货头寸是long的 你是持有他或你是看涨这个现货头寸的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卖期货 或short the future来对冲 那么当你的现货头寸是空头的 或你看跌的 short the cash position 那么你就通过相反的去买 或持有期货的多头头寸来进行对冲 long or buy the future 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两个需要做对冲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basis 基差 这个基差的公式大家需要记住 所谓的基差的话是我们的现货价格减去我们的期货价格 那么在任何一天 我的这个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很有可能不等于我的这个期货的这个标的资产的期货价格 那么这个两个我的现货价格可能会大于或等于我的期货价格 那么在下面我们列出了两种情况 比如说像左边这个情况 我们明显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坐标图当中 我们的重坐标反映的是我们的这个价格 既可以是sport price也可能会是future price 而在我们的横坐标描述的是我们的时间 那么这个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图当中期货价格是大于我们的现货价格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称为这样的基差是negative basis 这个负的这个基差 因为我们的basis等于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那么当你的现货价格小于期货价格就得到的这个值是负的 所以叫negative basis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的现货价格是大于我们的期货价格的 那么再这样的话 我们的基差是正的 所以这个时候称为positive basis 那么我们信心的同学会发现 不管你的这个基差是正的还是负的 在未来的某一个点 这两个会趋同会相同 这个在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相同的这一点所对的时间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期货合约到期日 那么这个图告诉我们 在一个期货合约到期当天 当天的期货价格 必须要等于当天的现货价格 为什么 如果说两个不相同 马上就有套利的这个机会 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买了一个三个月的石油期货 今天的期货价格是100块钱 好 三个月之后 我们这个期货在今天到期了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你是三个月之前买的 期货价格是100块钱 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石油的现货价格不等于100 不管是大于还是小于这个100块的期货价格 我们就有套利的机会 第一个情况 假设我们今天到期的现货价格比100块钱还要低 那么比如说是90块钱 你可以如何来进行套利呢 现货价格是90 而今天到期的期货价格是100 你可以通过去以90的价格买现货 同时再卖出一个今天就到期的期货价格是100 那么你就可以赚10块钱 倒过来 如果说我今天到期的现货价格 Spot price是110块钱 你就可以通过买入今天就到期的期货价格是100 然后你通过行驶 你买入的权利 以100的价格买入这个标的资产实用 然后再拿到我们的现货市场 马上以110的现货价格卖出去 你马上赚10块钱的这个套利 非没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套利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忽略这些交易成本 所以这种套利 不管现货价格是大于还是等于我们的当前到期的期货价格 都会迫使这两个价格趋同相同 只有在相等的时候 我们这个套利的这个交易才会停止 这个是一个期货市场 交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好 那么在这同时再强调 大家必须记住基差这个概念 等于在具体任何某一天 spot price minus减去我们的future price 当然这个基差的话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会发生变化 那么就我们这两个图 你也会发现 这两个的差 就是我们垂直距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干嘛 这个距离会这个过大或缩小 也就意味着这个基差本身 它也是一个变量 那么是一个变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计算 比如说我们数学当中讲的标准差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叫basis risk 基差风险 那么基差风险其实就是来描述 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的什么样 标准差 那么我们会发现 当你在进行对冲的时候 hatch 这个基差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 那么尤其有时候 当你持有某一个现货头寸的时候 你特别关注的是 这个现货的价格和你所使用 用来做对冲的期货工具 那么他们的价格是否完全正相关 如果说不完全正相关 或者说相关性比较低的时候 你的对冲 这个效果是会减弱的 是减弱的 那么相关的基差风险的评估 那么以及有效的对冲 我们是后面当节 再给大家做讲解 在这先对基差 这个基本的概念有所掌握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有这么几个重要的 与基差有关的概念 第一个long的basis long我们前面讲过了 做多或购买这个基差 那么所以的话 当你看见long的basis 持有基差的多头头寸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持有现货的多头头寸 以及你持有期货合约的空头头寸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讲 如何来记忆这样一个投资或对冲的策略 看公式 基差等于现货价格 减去期货价格 那么现货价格 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现货头寸 它的符号是正的 那么减去期货价格 这地方期货价格 代表着我们的期货头寸 它的单位是负的 那么说正的话 就是long 就是做多 多头 那么负的话 就是什么 做空或空头 所以我们long的basis 那么就是我们购买现货头寸 以及做空或持有期货的空头头寸的combination 这样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Positions that are long the basis benefit when the basis is strengthening 当你持有期差的多头头寸 long the basis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赚钱 就是在这现货价格 减去期货价格 这个价差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扩大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赚钱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还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 this occurs when the cash price increases at a faster rate than the futures price 每一个情况呢 使得我们的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这个价值扩大 要么就是我的现货价格增加的速度 超过我期货的价格 或者说 when the cash price decreases at a rate snerver than the futures price 要么就是 我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都在下降 但是我现货价格下降的速度 要比我期货价格下降的速度要慢 这样的话 都可以使得我的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这个价差会扩大 好 那么要注意 a position that is long the basis is equivalent to a selling hedge or short hedge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当你long the basis 持有机差的多头头寸 由于你是同时持有现货的多头 以及期货的空头 那么这样一种对冲的策略 我们也把它称为 selling hedge or short hedge 那么selling hedge or short hedge 翻译为中文叫卖期保值 也就是说你是通过卖出期货来进行对冲的 把这两个概念给掌握 再重复一下 long the basis 就等于selling hedge or short hedge 这个卖期保值 好 那么对的话 另外一个概念叫short the basis 那么short the basis 持有机差的空头头寸 和我们的long the basis 正好是倒过来了 那么short the basis的话 是你同时持有现货的空头头寸 比如说你做空货卖出现货 以及你持有期货的多头头寸 比如说你买入期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你short the basis 持有机差的空头头寸 我们什么时候会赚钱 就是我们的机差在不断的缩小 就是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这个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缩小 这个时候你就会赚钱 因为你是看跌这个期差的 看跌这个机差 那么我们这个情况发生的 同样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This occurs when the futures price increases at a faster rate than the cash price 一个的话就是期货价格 由于它是被减的 所以它增加的速度 要比我们的现货价格要快 第二个的话 When the futures price decreases at a rate snarer than the cash price 要么就是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同时下降 但期货价格下降的速度 比我们的现货价格下降的速度还要慢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 当你short the basis 我们也把它称为buying hedge or long hedge 那么就是买入买期保值 买期保值 之所以叫买期保值 是因为你通过买入期货来进行对冲 或进行套期保值的 那么再重复一下 long hedge也称为short long basis 那么也等于short the basis 或short hedge 那么当你是short the basis 也称为long or selling hedge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好 那么这个exchange for physicals 那么叫期货置换食物的这种交易方式 那么在简称叫efp 在efp这种交易方式当中 那么具体指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a和b这两个人 那么他们不是在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 他们私下自己达成一个什么呀 协议 那么比如说a和b之间 a同意 今天从b这地方买入现货 同时a向b卖出期货 那么倒过来b答应在今天 那么向a卖现货 同时从a这个地方买入现货 买入期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efp exchange for physicals 这样一种现货置换 期货置换现货交易方式 它是唯一一个期货交易所允许 你可以在期货交易池以外 进行的期货交易 实际上的话 根据我们的期货交易所的要求 你所有的期货的交易 都应该在我期货交易所 那么所指定的期货交易池 或交易系统进行完成 而efp的话是唯一的特例 我ab两个之间 只要双方协商 比如说我的期货价格 我的现货价格 我交易的地点 我交易的时间 双方只要达成协议 那么他们只需要 向我们的结算所 递交一个交易相关的 这样一些文件或通知 那么我们的交易所 就会确认这样一个交易 这个是我们的efp 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 好 那么再稍微来补充一下 在这种efp的交易方式当中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a和b a今天从b这地方买入现货 同时向b卖期货 而b的话是倒拐的 对吧 今天的话是卖现货 然后买期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a也好 还是b也好 那么一方可能是在做多 我们的基差 而另外一方可能就在做空 我们这个基差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交易方式 efp的话 往往在我们的比如说标的资产室金融工具 或者说标的资产室我们的能源产品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一点点 这个是efp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options on features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演出产品 它既是期权 那么又涉及到我们的future期货 那么所谓的options on features 你可以理解为叫期货的期权 那么大家你理解这个产品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叫期权 期权实际上的话 和我们的期货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具体这两种衍生产品的差 这个差别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任务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么期权 期货的期权 则就是我们在今天 当你购买我们的期货期权的话 你就在今天就会有一个权利 在未来的某一个日期或这个日期之前 那么买入或卖出相应的某一个期货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future期货 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这个期权的标的资产 那么你是买 我们把它称为call options on features 当你是卖 我们把它称为put options on features call的话是买入 那么有时候也称为叫看涨期权 put 那么有时候叫卖出 或者看跌期权 我们也可以通过期货的期权 来进行对冲 那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例子 那么农产品的生产商 比如小麦的种植者 他担心我们未来收割的时候 小麦的价格 那么要对冲的话 一个方式就前面讲的 你可以今天卖出一个 在秋天到期的期货合约 那么这个是一种 第二种对冲的这种方式 或套期保持方式 你可以在今天 那么买入一个期货的put option 这个卖出期权 当你买我们期货的卖出期权的话 就意味着 那么你在我们秋天 或者期权到期的时候 你有权利 卖出以小麦为标的资产的期货 第三个方式 由于期货有扣 还有put之分 第三个的话 还可以干嘛 通过卖一个call option on futures 当你卖一个call option on futures 那么期限假如还是在秋天 那么这样的话 在秋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我们秋天的 小麦的现货价格 和咱们衍生产品的行权价格 那么来决定 是否你要行使权利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权利 当你涉及到是一个call 而且你是卖这个call 那么你这个权利又在于什么 你是否要卖出 我们这样一个 以小麦作为标的资产的future期货 那么在下一个章节 我们还具体的给大家讲解 期权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概念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章节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练习 第一个 If the futures price for commodity is less than the spot price of the underlying physical asset 如果说一个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低于我们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 This market is a structure is turned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和我们的基差是有关的 前面我们讲的的basis 基差是等于我们的sport price减去我们的future price 期货价格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期货价格是要小于我们的现货价格的 就说明我们的基差是正的 那是正的 那么A positive basis 就是我们的正确的选择 B的话呢 negative basis倒拐的 这个货的这个低仓 那么C的话呢 cash under features 那么以及D cash over support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两个概念我们都并没有这个讲解 所以答案的话呢选择A 好 那么再来看第二题 Bread Oliver is long gold features 那么这个地方 long gold features 指的是这个人购买了以黄金作为标的资产的期货 and has a short cash position in gold 同时他又持有了黄金现货的空头头寸 因为我们讲的空头头寸 就是你认为这个资产的价格在未来会下跌 所以当你持有这个现货的空头头寸的时候呢 你的风险在于这个现货在它的价格的未来会上涨 上涨的话呢就是你的风险 那么咱们这个人啊 他的有两个头寸 一个是我们的期货的多头头寸 他买入这个期货 另外的话呢就有现货的空头头寸 好 题目就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regarding universe investments is most accurate 有关于咱们这个人的这个投资策略啊 这个ABC的说法哪个是正确的啊 A is long the basis 那么B is long as a buying 那么C represent an exchange for physicals D will likely earn a profit when the basis strengthens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机差啊 那么再增加啊 那么他将会啊 这个获取这个利润 那么根据题目啊 那么他购买了我们的期货 同时的话呢 又持有现货的空头头寸 那么应该是属于什么呀 应该是属于short的basis 它是做空或持有我们机差的空头头寸的 因为的basis它的公式等于我们的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的期货头寸是正的 那么就相当于是我们机差的一个什么复数 那么应该对应的是期货价格减去现货价格 由于期货价格的符号是正的 所以你应该是什么long的future啊 那么你的现货的价格是负的 所以应该是short的cash position啊 所以的话呢 A是错误的 那么答案这个B的话呢 就是应该我们的正确的选择啊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当你这个short的basis 我们也把它称为什么啊 buy or long the hedge啊 就是买入啊 或买期的这个保值啊 你是通过买入期权 买入期货来进行套期保值的啊 实际上的话呢 ACD都是我们这个机差多头投资的特点啊 所以答案的话呢 应该是选择B啊 那么在这里强调啊 我们这个地方讲解的几个知识点 将会是后面章节学习的一个基础和重点啊 第一basis它是什么意思啊 第二个我们long the basis or short basis 以及long or buy the hedge 以及short or sell the hedge 这个概念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任务啊 主要的知识点 谢谢大家